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再度欢迎Daniel Daniel 你好 主任你好 世界上的事情实在是变化的很快 那除了北韩的威胁核武的 这些导弹要发射了 那最近在拉斯维加斯 也发生了这些恐怖的 这种袭击的事件 受伤的有500多个人 那死亡的人数根据上一次的说法是59人 那ISIS他也自己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是他们做的 但是现在还没有证明 就是这么多这么多纷扰的事情 都一直不停的在发生 那作为一个投资人 是不是有一个一定的王道一定的真理 让我们很坚决很firm的 就是要好好的做好股票 找那些有利的sector 那这些可以在您的软体中间显现出来吗 是的 其实世界都是每天都在变化 那唯一不变的话 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策略 那我们从一个中长线来讲 尤其是短线呢 其实股票的变化是更频繁更密切 那我们是用一个评分的系统 每天我们就根据股票的变化 每个股票在美国的市场里面 有一个评分的系统 那这样子根据我们的系统呢 其实已经用了一年多 这个实践的一个发现 其实它蛮准确的可以看到 哪个行业在涨 哪个行业在领涨 比如说最近来讲 我们看到的high tech financial 还有呢就是basic material 还有energy追上来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评分系统呢 完完全全的步入出来 很简单就看得到 那从一个股票 个别股票来分析呢 在上面两个季度 我们都一直知道 领涨的股票都是Facebook Amazon Google Netflix 大型大型 但现在呢市场又改变了 变成它小型股 其实呢一直在领着这个市场在涨 对9月底Russell 2000 就当时也创历史新高 对对对 所以这些变化呢 其实要通过一些量化 而且呢就是说实时的追踪 才看得到 人是很难做到这个事情 因为人有时候会累 有时候呢事情太多 也不能互到那么多股票 对 而且呢分析它是及时的 所以呢用电脑做这个事情呢 比较去Efficient 比较有效 那我们的评分系统呢 就是为了这个而设计的 那从中长线来讲呢 我们固略了短期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在中长线 怎么去找到一些股票呢 是一直是走上升渠道 那这样子的话呢 是对我们投资 比较有帮助的 那我们也用这个系统呢 帮我们的客人在管钱 那在这两个季度呢 我们发现呢 我们可以超越这个市场 用这些比较好的强的股票呢 来买它们 拥有一段时间呢 来超乎市场呢 是比较容易去做的 哎呀 Daniel 你说超乎市场的表现 其实今年的市场已经很好了 如果是投资纳士达克 上涨了21% 难道您如果挑选出来的 还会超过21% 那同样的道琼斯 还有标普500 是上涨了13% 14% 那您所做的挑出来的 也会超过这个双位数字 对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而且呢我们相信做得到 为什么这样子 很简单一个例子 因为呢如果说 我们看一个指数 比如说是S&P500好了 里面其实有500股票 对不对 那今年涨了13 其实真正有些股票呢 涨的是不止13 可能涨23是都有 但是有些股票呢是跌了 跌了10多 但是加起来 它平均呢是涨了13 那如果说我们的评分性 可以把好的股票 跟不好的股票区分起来 然后呢我们只关注 只关注 那些好的 那个涨的比较多的 就是它的评分比较高的 那我们根本不去看 那些评分低的股票 那变成我们所选择的股票 都是强的股票 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呢超乎市场呢 是应该呢相对容易的 有这个工具来讲 那所以事实上 在10月21号的这个座谈会里面 您也会demonstrate出来 比如说 讲几只比较红的这些股票 是 你马上可以查出来评分 那在多少分以上 考虑买进 有一些啊 会让大家很surprise 认为它很好的 其实它分数很低的 对没错 千万不要误判 而去买那些 评分很低的股票 对 可是还有一个 很久很久以来 我们的节目是专注于股票方面 都没有提到税的问题 也没有提到怎么样搭配才让税 能够慢一点付 少一点付 那在您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内容里面 非常的广泛 还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可以defer tax或者付少一点 尤其是固定收入的方面 那这个太好了 解决很多人的大问题 对因为我们一直呢 这个研究怎么去用策略去赚钱嘛 但是呢 还没有想到说 将来的税怎么去付 那现在这个问题对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 或者是在 也包括我 在我们这个 Sircum Valley里面 很多高薪的一个 earner 就是我们 不管是在大公司里面做事的 每年都习惯了 放一些钱再付 因为知道 现在暂时不用付 所以将来再付 那当然说这个好处的话 如果将来的税率 比现在低的话 那这个是有好处的 但是这个 从一个长远的一个历史来讲呢 现在税率相对还是低的 那希望将来就是说 这一两年呢 川普的税率呢 可以再往低调一点 但从总的来讲 将来的税率有可能 是比现在要高的 怎么办 那变成呢就是说 现在要把这个税的事情 要处理好 那其实有很多的窍门 还有一些solution 已经呢在市面上 我们可以采用的 所以这次呢 在这个免税 除了一个defer 就是说缓税的一个做法呢 避税的方法 还有些免税的收入呢 我们在讲座里面 会讲得很清楚的 哦可以是有办法做得到的 是没错 并且是合法的合理的 没错没错 那这个做这种事情的年纪 有没有一个坎儿 就是说越年轻越好 或者是已经接近退休 年纪的人士也可以做 对一般来说呢 是越年轻越好 但是呢越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是在去累积财富嘛 所以呢我们个人的资产也不多 所以呢在年轻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用一个积累财富的方式 去做这个免税的计划 到那个40岁到50岁之间的话呢 可能就是要考虑我们 我们所拥有的那个 Vetirement Account IRA 包括41K这个计划 怎么去为将来的免税 或者减税要做一个计划 那超过60岁以上呢 就是一个退休年龄了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那这个有三个不同的解释呢 我们在讲座上 会讲得十分清楚 好 非常丰富 那我刚才对于 听到了固定收入 那我就直接想到了 是不是annuity呢等等 可是我看到这个description 这边有说是 仿效银行信用卡的方式 来投资 这个跟其他的都不一样啊 给我们用一分钟来解释 好 这个呢 其实呢是 我们是为了客人 来代表他把钱呢 作为一个投资的方式 投向一个固定的收入 那我们所投向的一个终点呢 就是美国的人 他需要借钱呢 来向我们来借 那变成呢 我们见解来说呢 是属于一个银行的状态 把钱借出去 自己变成一个banker 是没错 借钱给人家 那我们所做的生意的模式呢 跟VISA跟MASA公司是一样的 我们这是一个借贷的公司 如果说我们收的利率足够高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潜在的风险 可以把它管理好 然后把它补偿 那这个跟保险呢 就是一般的汽车保险 我们买了汽车保险 那个保险公司来理赔我们 如果说万一撞车 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在讲话上呢 我会讲得很清楚 怎么去利用银行的系统 来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 投资的渠道 太好了 所以关注朋友 投资朋友 希望大家务必要尽快来报名 参加10月21号 礼拜六由 安威斯特丹尼尔所举办的这一场 在中半岛的Milbray 是在一个country club里面 是在Green Hill Country Club 踊跃报名参加 因为座位有限 大家一定可以得到最丰富的知识 并且10月份呢 已经是2017年最重要的投资 三个黄金的月份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好的 Daniel 非常感谢你 好 谢谢周乐 那我们座谈会见 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下面还有一段 精彩的访谈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就回来